我居然用手捅了麻蜂窝 快看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纸球 它不会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吧 让我慢慢的靠近它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不会是麻蜂窝吧 它在里面好像有分层 我轻轻用手碰了一下它 它居然掉下了碎屑 哎呦我去 把它拿起来 看看里头还有个蜂子没有 也没有蜂子飞出来啊 里面一点动静没有 那些蜂子会不会冬眠 我应该把那些冬眠的蜂子叫醒 我决定应该把这个蜂房拆了 看一看里头到底有没有蜂子 但是这个动作可能有生命危险 最后还是让我那小伙伴踩吧 我开外壳里头 居然还有个小蜂房 那个小蜂房的狐狸眼里 居然还有黑色的东西 这不过是蜂子冬眠的状态吧 这让我想起了 在我家院子刷刷的那个蜂子 这个蜂窝可能是他们的家 当我假如这个蜂子的时候 就要碰到了它的天敌 就是这只黄色的蜘蛛 它从臉上出现 想把这只蜂子缠住 并将它吃掉 但是这只蜂子不会轻易投降的 利用它的翅膀和围针 来回拆掉蜘蛛的网 它俩就这样僵持了三分钟 最后这只蜘蛛改变了自己的战斗方法 绕着这只蜂子来回钻 在钻的动时 同样把蛛丝缠到了蜂子的身上 用缠线团的方法 把这个蜂子缠住了 最后这个蜘蛛还是不放心 又缠了几圈 你看这个蜘蛛 就是非常的谨慎 老天们有验识这个蜘蛛的吗 到底叫什么蜘蛛 老天们 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蜂子就失败了 可是我告诉你 他还在反抗着 用自己的嘴再剪断蜘蛛的网 一点一点的侦破呢 他马上要生命了 蜘蛛在他的眼前只能焦急的等待着 因为他已经耗掉很多蛛丝 不能再继续喷蛛丝了 再喷的话 他会有生命的危险 如果大家去咬蜂子的话 他会被蜂子反咬 最后这个蜂子终于摆脱了 这个蛛丝的队绕 获得了自由 他获胜了 老天们 还有谁是这个蜂子的对手呢